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英特尔日前在2025年VLSI研讨会上发表了关于自认等校业界1.8nm级的Intel 18a制程技术的详细论文 这是该公司首次将该制造工艺的所有技术参数整合成完整文档 这项新制程预计在能效、效能与晶片面积上实现显著突破 相较前代7nm级的Intel 3有显著提升 技术密度提升30% 同时效能提高25%或功耗降低36% 更具战略意义的是 Intel 18a有望成为英特尔多年来首个能与台积电最先进制程正面交锋的技术 两家公司的该级别工艺都将在2025下半年启动量产 那么英特尔的Intel 18a工艺能与台积电即将推出的N2节点2nm工艺竞争吗? 首先来看 英特尔表示 Intel 18a制程将同时试用客户端与资料中心产品 首款采用该工艺的Panther Lake CPU计划于今年晚些时候正式发表 针对不同应用场景 英特尔为Intel 18a开发了两种标准单元库 高效能HP版本 单元高度180nm180ch 高密度HD版本 单元高度160nm160ch 更适合低功耗应用 英特尔表示 相较Intel 3制程 Intel 18a在效能上提升了25% 这一提升是在不增加电压或电路复杂度的前提下 通过1.1V电压 180chHD库构建的典型ARM核心子模块实现的 在相同时耐频率与跌压条件下 Intel 18a功耗比Intel 3降低36% 若电压降至0.75V时 Intel 18a仍可保持18%速度优势 并减少38%能耗 此外 Intel 18a制程设计占用面积 比Intel 3减少约28% 不过 两者跌压支援的差异 Intel 3支援 小于0.6V 0.75V 1.1V 和1.3V 特别适合需要数十个核心高负载峰值效能 和低功耗状态 切换的资料中心设备 而Intel 18a目前 仅支援0.4V 0.75V 1.1V 虽完美是配合户端PC与资料中心 CPU 但对需要极致高频的处理器或许不足 不过 Intel 18a的其他优势 足以弥补1.3V电压缺失 对大多数应用场景的影响 Intel 18a制程 集成0.021平方微米高密度 SRAM存储单元 约为31.8M每平方毫米的存储密度 较7nm级的 Intel 4采用的0.024平方微米单元显著改善 与台积电N5N3E制程 5nm300米节点持平 但台积电即将量产的N2制程 将进一步压缩单元尺寸 至0.0175平方微米 实现约38M每平方毫米的更高密度 Intel 18a制程 还采用第二代 日本FET全环绕闸机 GAA电晶体 与PowerWire背面供电网络 BSPDN 在此背景之下 天峰国际证券知名分析师郭明 即发表最新行业调研结果 披露英特尔预计最快 将于2027年第二至第三季度 为苹果出货M系列晶片中 定为最低届的产品 这一消息 直接推动英特尔股价 11月底收涨10.2% 创9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据顾名机透露 苹果与英特尔已签署保密协议 NDA 苹果已获取相当于1.8nm级别的 英特尔18AP先进制程的 PDK 0.9.1GA版本工艺设计套件 目前 双方在功耗 效能与成本 PPA等关键模拟 及研究项目上的进展 符合预期 苹果正等待英特尔计划于 2026年第一季度释出的 PDK 1.0与1.1版本 最终出货时间将取决于 该版本工具包交付后的开发进度 此次英特尔代工的最低阶M处理器 将主要应用于苹果 MacBook Air 与iPad Pro产品线 数据显示 这两款设备所搭载的低阶M晶片 在2025年的合计出货量 约为2000万克 不过受2026年 苹果可能推出的搭载iPhone级别晶片的 平价MacBook影响 2026至2027年 该类晶片的出货量 预计将维持在1500万至2000万克区间 值得注意的是 孤明基强调 此次低阶M晶片订单规模相对有限 短期内不会对台积电 在苹果M系列 晶片供应中的主导地位 产生实质影响 高阶M系列晶片如M7 Pro Max 仍将由台积电代工 但对双方而言 合作意义深远 苹果借此完善供应链多元化布局 降低地缘风险与产能依赖 英特尔则通过拿下苹果这一标志性客户 为其代工业务IFS注入信心 为后续争取14A等更先进制程订单奠定基础 技术层面 英特尔18AP制程同样整合了 日本FET全环绕炸极电晶体 与PowerWire后置电源交付系统 其低功耗特性 适配行动装置需求 与台积电2nm节点 在效能上不相上下 若英特尔能保障该制程90%以上的良率 或将进一步吸引高通 AMD等客户的关注 英特尔18A系列制程的量产计划 正值竞争对手加速前进之际 晶圆代工市场龙头台积电 当前占据超三分之二的全球份额 预计将在2nm世代保持显著领先优势 台积电计划 2025年下半年在其台湾晶圆厂 启动2nm工艺量产 该制程首次采用全环绕炸级 GAA电晶体架构 将较3nm节点可提升10%至15%效能 并降低30%功耗 更关键的是 台积电展现了非凡的制造实力 据上半年时的报道 其2nm制程当时良率达60% 这一数字令人瞩目 而今年3月有报告显示 英特尔18A制程良率仅20%至30% 三星类似技术则达到40% 台积电还拥有庞大且忠实的客户群 苹果、AMD等大客户已明确将采用72nm工艺 甚至英特尔自身也在实施多元化战略 委托台积电代工部分2026年推出的 Nova Lake桌机处理器 Counterpoint Research预测台积电2nm产能 有望在2025年四季度实现满载 总体来看 尽管英特尔宣称 英特尔18A制程在效能与功耗上降 优于台积电同级节点 但台积电晶片在密度与成本方面 可能仍具优势 雪上加霜的是 英特尔新制程屡屡延期 英特尔18A工艺在失产后 已有外部客户退出 导致需求不及预期 不得不紧急加码英特尔18AP工艺 反观台积电凭借规模优势 完整生态及众多 准备拥抱2nm技术的忠诚客户 或将给英特尔制造更大的竞争压力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